婚姻到了这一步了吗 大家都就彼此相对客观地评价一下 对面的那个人好不好 你先评价一下你的妻子 三个优点 三个缺点 优点就是比较漂亮 乐了 第二就是比较勤奋 第三个就是出去了会给打个面子 上的厅堂 下的厨房 是吧 缺点呢 那个嘴巴总是道道地念 好烦 爱唠叨 还有呢 还有就是情商很低 不懂怎么沟通 他情商低 还有吗 好像也没什么确定了 没了 我突然一下子忘了 好 来来来 哎呀 你看他乐的 你有心没心的你 来来来来 说吧 对面的男人 优点 很努力吧 努力 然后他个人对我挺大方 第三点就是挺正直吧 你看 各华如各眼嘛 就他还觉得正直 是是是 来来来 这一点就是说 对长辈不会孝顺这些的 为人处事 不周全 第二点 就一上火了 他有点控制不了情绪 第三点就是 就从来没给我过过生日和节日 行吧 你说一件 你妻子最伤你心的事 就是我说美国读书刚回来 我一个月只赚一千块钱 但是我那个时候还给他八百 后来都赚个五万块钱 我会给他三万块钱 他还说我对他没以前好了 他说哪里钱 给了我个百分之八十 现在这一半都不到了 越来越少了 我就特别的气愤 我说你会不会算账呢 说一件 他最要你寒心的事 就是他跟我说 他跟他父母关系不好 可是当很多事情 牵扯到他父母的时候 他其实又会站在他父母那边 就让我觉得很心寒 所以挺有意思的 如果站在我的角度来说的话 如果这是我妹妹的话 我就跟他说 这男人压根就不能要 你知道吧 这你要是我弟弟的话 我听你妻子 现在做的这些事情 我会说兄弟咱也得考虑考虑 就你们俩有时候 真的把事都做得挺绝的 但是通过问你们俩的 优点和缺点 和你们说到的 最伤心的一件事的时候 我发现还不是这样 就是这一段情感里面 有很多东西 可能跟我们常人 对于情感的认知 是不太一样的 他们在这感情里面 有他们自己的一些 解读的东西 怪怪的 说不上来 但是能触摸得到 老师们好好给分析分析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分卷 你有人情味吗 一个普通朋友 都不说生孩子的事 就到北京了 大包小包的 你来接一个飞机 我们都会去一下 更何况 带着你的骨肉回来 然后呢 女生也非常震惊的是 让你说一件最伤心的事 你最伤心的事 居然不是 在于他对你的冷漠 而是在于 还是会向着他爸妈 那不废话吗 你儿子跟你以后 关系不好 他能不向着你吗 就你们这个逻辑 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我想不明白 那我表达一点吧 就是人总该善良一点 男生用善良的心 去看待一下身边的人 看待一下 为你生而育女的 这个女人 对于女孩来说的是什么 隐忍不如崩溃 但是我劝你也别崩溃 如果你觉得 还能坚持下去 那我觉得 没有什么理由 可以让你离开 这段婚姻了 你千万不要打着孩子的旗号 或者打着孩子的名义怎么样 我只想让你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想想 是不是应该 有一点点 女人应该有的自尊和自爱 好好地审视一下自己 看一看周围的女孩 是怎么样生活的 看一看周围的女孩 她们的先生 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观 咱们先把世界观掰过来 再去论其他的事情 好吗 好 谢谢珊娜老师